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划 二零零零年底蓝天集团就已经破产了 他们集团目前总负债二十五亿三千万元 集团的净资产不足十五个亿 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净负债十个亿 周副市长 我说得对吧 你说吧 接着说 金总 你们一旦收购了蓝天集团 就要重组蓝天科技 以达到买客上市的目的 我这样理解 对吧 赵市长 您这个理解有点不准确 前一段时间 我们集团也做过这样的战略构想 也向周副市长和国资局汇报过好几次 可是后来呢 我们的赵市长向记者们透露了 蓝天集团要破产的消息 这就引起了一场悬然大波 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果然不错 安定团结的大局面也是要考虑的吧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好环境 那什么事也做不了 所以我们集团就搞了一个新的方案 不但买客上市搞战略投资 更主要的是重组整个蓝天集团 所以听听金总的意见还是有好处的了 那么金总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要收购蓝天集团 你们总不会对蓝天集团的 十一竞负债感兴趣吧 这里面肯定有你们金字塔的利益吧 当然是有利益了 但最主要的是责任 其实我进门就说了 没有当年市政府的一号文件 没有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就没有我金启明的今天 金字塔集团得力于社会 就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局 取之社会 回报于社会嘛 所以这次我和我的集团 准备承担一些风险 当然了 在承担风险的同时 也要考虑一些利益吧 谈谈你们的具体方案 最新方案 第一步 我们准备把 通过资产评估的十一五千万的 金字塔大酒店抵押给银行 这样可以贷款六到八个亿 再加上本公司的两个亿 这样就可以 以长青蓝天科技的欠款 实现和德国克鲁特公司的合作 这第二步 我们拿这个项目 向银行第二次贷款 可以贷三到四个亿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给蓝天汽车做技术改造 完善全国的销售和服务网点 这样就可以扭转目前被动的局面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不但救活了蓝天科技 也救活了蓝天集团 破产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这个整体上就能活起来 是的 我们金字塔集团资金进来了 德国克鲁特马上可以上网 这样蓝天科技就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了 再也不是一个冒牌的科技公司了 实现大幅度的利润 我看还是有把握的 先在股市上炒作一下 套回四五个亿 我看没有问题 还可以搞增发嘛 今年股市上是很流行的嘛 是这样 来 咱们为相聚干一杯 来来来干杯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好 烘焙 来来来 来来 谢谢大家 不用 座局长 这几年你也不来了 齐书记经常提起你 说你是最好的保密局局长 公司分明啊 从不在领导之间传话 传什么 齐书记是我的领导 崇天是我老公 让他们打嘛 座局长啊 今天啊 你就说一句心里话 当似你心里啊 更倾向谁呢 那还用问呢 当然倾向刘秘书长 是不是 这你可说错了 我倒是倾向于齐书记 齐书记 齐书记大的方面没错 想干事想把靖州搞上去 不过呢 崇天也没错 他不是胆小 而是实事求是 是 邹机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眼熟中立啊 好 靖总 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你用十个亿 救了我们的国营企业 难道只是为了赞誉吗 你的利益呢 你究竟要在里面 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那当然了 我和我的金字塔集团 还是有利益的 蓝天集团已经破产了 所有的资产就不存在了 蓝天的资产要以零转让的方式 过渡给金字塔 金字塔还得从股民的手上 拿到五分之二的转让吃股术 政府还要在政策上 给予一定的优惠 比如说像退税 退税的总额 也就是他们负债的总额十个亿 当然了 这可以商量嘛 时间也可以商量嘛 五年或者是十年 或者可以先前后退 最终补上这窟窿就行了 好 这就比较完整了嘛 我看金总就介绍到这吧 好 金总啊 谢谢你啊 就这样吧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同志们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金启明 不单要吃掉蓝天集团 重组蓝天科技 而且 还要我们政府 在五到十年之内 再退税十个亿给他 而且 持有蓝天科技股的股民们 还要把手中股票的五分之二 再还给他 这五分之二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两千万股啊 山本 我记得蓝天科技的流通股 也就是五千万股吧 是啊 我们蓝天科技昨天的收盘价 是每股十五块二毛 即使说我们市国资局 所持有的四千万国有股 一文不值 那么两千万流通股的市值 已经是三亿四千万了 山本 他要赚的何止是这些 你想 两千万股在他手里 那他就是大庄家 就可以把每股炒到几十块钱 然后他再高价配股再增发 这一配一增 他赚的何止是三亿四千万呢 同志们 这意味着什么呀 这意味着金启明 和他的金字塔集团 一分钱不出 白赚一个蓝天集团 和一个上市公司 而且还要让我们政府给政策 退税十个亿啊 也就是说 政府和股民得不到什么好处 真正得到好处的 只有金启明和他的金字塔集团 二位书记 话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因为金启明 善于资本运作就嫉妒 就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我认为这个方案 也是也是公平的嘛 对不对 再说了这十个亿的亏损 是集团留下来的 还有我们任用干部造成的 严重后果 你说 凭什么让金字塔来承担呢 有什么理由让金字塔来承担呢 同志们 我们的民营企业 是我们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不应该对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有任何的偏见和成见 应该把成见彻底抛弃 是不是 赵市长 你说得很对 对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我们不应该报什么偏见和成见 应该大力地扶持 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要做无原则的让步 接受谁的城下之盟 甚至默许某些民营企业 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巧取豪夺 山本大 你说说那个三元集团的方案 这个三元集团也是民营企业 我们看看这个民营企业家 有些什么想法啊 跟我们这个金总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啊 齐书记 田建同志已经到了 是不是请田建同志到会上来 当面汇报一下 那请田建同志进来吧 金明 你认为我们的重组方案 他们会通过吗 我觉得有点麻烦 不太好 我感觉不太好 就看刘成天今天那个得意的样子 看看赵芬芳怎么说吧 各位领导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 三元集团的五三元是我的大学同学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我想这个汇报最好还是由周副市长来做 田建 你是不是被抓怕了 我怕日后有些事情说不清楚 田建同志 不要有什么顾虑 大胆地讲 决策人还是我们嘛 好吧 反正重组完成以后 我就要离开靖州了 就算最后为靖州做一件好事吧 大家都知道 三元集团跟蓝天集团是一样的 都是汽车生产企业 三元集团年产量在十万辆 我想赵市长也许会替我们说话 赵副厅长 您怎么会在这儿 是 看来咱们今天又得谈谈了 那是不是去您的调查组 就在这儿吧 好 请 山本 关于五三元重组的方案 我没听你汇报过 那是因为你的注意力 都在金字塔的方案上了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 金启明是我是著名的企业家吗 我觉得靖州之所以发展遵循了一条规律 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竞争 绝不搞地方保护主义 冲田同志 我认为啊 三元重组蓝天 并不等于说就不是地方保护主义 请问 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 要不要贯彻执行 国家的产业政策 既然已经决定了 要打造几个大的汽车制造企业 都不允许三元上新款了 我们如果把蓝天的牌子借给三元 这是不是叫做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难道这不叫做地方保护主义吗 不 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如果这次蓝天能够和三元顺利重组的话 那么未来的汽车市场 将可能还有蓝天的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把握不了这个机会的话 那么蓝天将是死路一条 我赞成重天通知这个观点 天剑 继续汇报吧 见明额药 好 那我就长话短说 三元集团的重组方案是这样的 三元集团将其经营性资产 汽车总装厂整体并入蓝天 使之得以控股蓝天 三元所占的股份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五十一 不高于百分之六十 蓝天的债务用其未来的利润逐年偿还 对于蓝天科技 三元集团也同样谋求控股权 现有的四千万国有股当中的两千万 要以零的形式转让给三元 至于跟克鲁特的合作 三元集团的构想是这样的 由他们出资一亿八千万收购蓝天科技城 然后将其改造成为我省最大的汽车摩托车交易中心 然后重组一亿八千万注入蓝天科技 使之成为生物工程项目的第一期启动资金 赵副庭长 我真的不知道齐小燕的问题这么严重 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她的通缉令 那你说 她要到我朋友那住两天玩一玩 我能不给她这面子吗 您可是知道的 她是齐小燕哪 后来她在那突然失踪了 我还以为是你们把她补了呢 这么说王国昌这伙人绑架齐小燕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还真以为你们把她抓了呢 还有那王国昌我都没有听说过 哦 还有件事 我怎么听说你给什么基金会捐了一千万 好 对对 有这么回事 那是给老七基金会捐款稿件上 这有问题吗 你怎么这么敏感呢 我说你有问题了吗 是不是赵市长让你捐的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捐的 我们也是为了今后公司在西部发展 打个基础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找你的 那好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好 欢迎你们随时来 好 请 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几点 第一 如果和三元合作 那么我们的蓝天集团 还可以存在下去 当然股份变得少了一点 第二 政府不必在五到十年内 退税十个亿 第三 蓝天汽车的品牌保住了 第四 买我们股票的股民 也不必转让五分之二的持股额 给任何一家公司了 鉴于以上四点 我认为比金字塔的条件要公道多了 有两点很重要 我要强调一下 其实刚才崇天同志已经说过了 第一点 引进三元集团 面对市场的灵活机制 可以真正搞活我们的国有企业 第二 给民营汽车制造业 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符合中央的精神 也符合WTO的要求 我看呢 原则上就决定 和三元集团重组吧 大家看呢 好 我说同志们 我们要不要慎重地考虑一下 赵市长 你看我们所有的常委今天 来讨论蓝天集团重组的问题 难道还不够慎重吗 难道只有讨论金启明的重组方案 才算慎重吗 崇天同志 你让我怎么说呢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畅所欲言吗 我认为蓝天集团的腐败案 还没有结案呢 这个重组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往后放下 赵市长 这我就弄不懂了 当初蓝天集团的工人 在那里停工抗议的时候 你是迫不及待地要求我们 讨论蓝天集团的重组方案 好 我们今天开会讨论重组的问题 你却说要等一等 这为什么 仲天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这前一出叫逼宫 这一出叫摊牌 遗憾的是 金启明这个牌出得太臭 赵市长又想重新洗牌了 散会 下居啊 月如的事都安排好了 骑餐已经安排好了 面包车一会儿就到 我送他回省城 路过贫固风景区 带他下去看一看 冲天忙 他出来一次不容易 冲天 月如 好 好 齐书记 你看 月如 昨天晚上开会那么晚 你看 专门跑 过来 坐坐坐 冲天 这跟你没关系啊 我们是来送我们的保密局长嘛 月如啊 你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冲天知道 这两天事情特别多 你看 也没好好陪陪你 理解万岁吧 我知道 你们在常委会上吵得可凶了 我在楼下都听见了 你看看 齐书记 这保密问题你们可得注意啊 你看 月如的保密观念还是那么强啊 就还凑星 齐书记 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赵市长 等一下 启明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 有件事跟你汇报一下 那屋里谈吧 好 来 坐吧 齐明 昨天晚上 我已经在电话里头跟你说了 你考虑不周 出手太狠了 你没给我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 齐先生在我面前公开地说 这是个臭牌 赵姐啊 咱不说这事了 其实我知道 三元公司重组 是刘春天他们三个人内定的 我们只能承认现实 今天我想说的是萧冰的事 萧冰的父亲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是不是真能把您送到一把手的位置上 启明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您看 萧冰被抓已经两天了 北京怎么也没有干预 连个电话都没有 这不正常吧 昨天晚上专安组的赵副厅长 还问我捐款的事 我就更怀疑了 你不是派那个陈总到北京去了吗 陈总怎么说 陈总在北京是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挺好的 后来我再跟他联系就联系不上了 打电话吧 他又关机了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有问题 即使萧冰不是冒牌的 但是我觉得 他对他父亲的影响力不是很大 赵姐 您分析呢 月如啊 到了家以后 打个电话上来 你放心吧 走吧 好 再见 再见 我也该到调查组去了 冲天 你等等 我得和你通报个新情况 走 冲天 萧冰这事 还真让咱们给高准了 这么说 他真的不是什么北京首长的儿子 不是 骗子 金启明这一千万 我看是打水漂了 这下赵芬芳要失望了 对啊 那个基金会也是假的 基金会嘛 倒是有一个 不过啊 没进行社团登记 总部就设在北京一个豪华大楼里面 名气挺大啊 基金会下面有什么实业公司 挺唬人的 那大楼的业主跟我们的同志说啊 这帮家伙迟早得进监狱 有些线索啊 就是那个业主给我们提供的 那 金启明和赵芬芳他们知道吗 不知道 我让公安局严格保密 还有金启明派往北京那个陈总 也被我们的同志先扣起来了 好 北京公安局啊 准备正式立案侦查 太好了 你先不要太着急嘛 我看你是太敏感了 这个事情我是这样分析的 萧冰被抓 没有人向他父亲汇报 他父亲怎么干涉 我想陈总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会不会出车祸呢 你再联系一下吧 对不对 好吧 也是啊 可那毕竟是一千万呢 我们董事局 希望搞一个有规模的捐赠仪式 人家说 这应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 用不着头头摸摸的 再说我也想给公司做个宣传 给金字塔做个大广告 还启明啊 你怎么又变了呢 你自己说 不做宣传的嘛 对不对 你是不是因为蓝天集团 红组没能实现 就觉得吃了亏了 就闹起情绪来了 我劝你啊 不要短视 风物长夷放眼亮嘛 对不对 只要我赵芬芬芳在靖州市 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待着 就不可能没有你们金字塔集团的发展前途 金金芋芬芬芬芬芳 你 tablespoons 给北京打个电话 把这件事情跟他父亲说清楚 赵姐 在这种情况下 我希望你不要犯糊涂 好好好 我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这总该可以了吧 好 赵姐 其实我也是为你好 你能不能把那个海滨开发区 五百亩归化用地批给我们公司开发 现在不好办 以后再说吧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那好 你可要放在心上 小兵 你的仆还要买到哪一天 我看你该坦白交代了吧 小兵 这种地方你肯定不冒生吧 我们的政策你也应该清楚 田园局长 您这是怎么回事 沈小兵 你是屡教不改啊 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在武警部队当兵时 冒充武警部队首长的儿子 从事诈骗活动 被军事法庭判处了三年 开除了军机 是不是 今天你又骗到我们靖州来了 真是胆大包天 我交代 我交代 前出城现在对赵芬芳是一肚子的怨气 所以他在交代问题的时候呢 态度比较好 主动配合 我现在倒是担心他说的这些 会不会感情用事 如果这些情况都属实的话 这位赵市长可就太可怕了 我倒觉得前出城的交代应该是可信的 赵芬芳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权力怪物嘛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过硬的证据啊 就连那一笔伪赔费啊 他都没有亲自过手 那境外的举报呢 还有那个SERT项目 前出城说他不知道 这个我倒是相信 他们夫妻感情到了这种程度 赵芬芳是不会告诉他的 这个项目好像是 赵芬芳的表弟高加索给介绍的吧 那到玉山去查 我正要汇报这件事 老邝昨天已经去了玉山 刚才来电话告诉我 高加索已经被他们地委审查了 原因是涉嫌买官 买官 是不是在一个叫萧冰的手上买的 这个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主要查的是赵芬芳 在SERT项目上的问题 那这样 你再辛苦一下 去趟玉山 不仅要查SERT这个项目 更主要的是买官 你想 高加索会买官 那赵芬芳就不会买了 要把他查清楚 那好 我这就去 好 这个市长办公会呢 就开到这里 我再强调一下啊 对民营企业呢 我们应该给予一个更优惠的政策 关于钱王阵这个弄虚作假的现象 不允许再出现了 那么我们各位抓的点要深入地进行自查 赵市长 北京电话 好 散会 咱们 赵芬芳 不允许再说 来 你一下 牵手 这对 Rush 我 当意 你 的 呀 什么 你 首长十分是惊 首长没有这么一个 叫萧冰的儿子 首长说啊 这是一起 严重的政治诈骗事件 首长要求你们 立即拘捕萧冰 严格审查 并将审查情况 及时报上来 可是 我真的见过首长 跟萧冰的合影了 这种事情 过去就发生过 那是电脑合成 制造出来的假照片 你们的技术部门 完全可以鉴定出来吗 赵市长 首长的指示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金总 你不要想得太多了 事实证明 赵芬芳对你和金字塔 还是尽心尽力的 达成协议以后 她马上就按你的要求 对蓝天集团破产的事 发表讲话 还把你请到常委会上去谈 只怕派克术 也未必做得这么好 是啊 她多聪明啊 她是谁的干部 她找谁做考山 她为谁服务怎么服务 她心里有数得很 她要真做了市委书记 金字塔时代就要开始了 问题是 她能不能上得去 也许我多虑了 我觉得 这里有些不太对头啊 退一步来说 就算萧兵是骗子 赵芬芳上不去 可她毕竟还是个市长啊 没这么简单吧 她要是上不去 就得滑下来 到时候我们也会收到天连的 喂 是我 赵市长 您怎么又找我啊 秦苗 你在哪里啊 我在车上 我在去省城的路上 你胡说八道 我打的是你的坐骑 赵市长 不是 我现在 我正准备出发吗 我一会儿就走 秦苗 你先别走 你怀疑得一点都不错 萧冰的事情麻烦大了 你赶紧到欧洲大酒店来一趟 咱们俩碰个头 商量一下好吗 你看 我真的来不了 我有急事 我有一个朋友正等着我的 真的 我要是被审查了 你也逃不掉 赵市长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被审查呢 秦苗 你听我说 这事一点都不能大意 萧冰没那么简单 你还是赶紧来欧洲大酒店一趟 我们认真地想想对策才行啊 赵市长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给老区基金会捐款 我秦西明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 萧冰也是你介绍的 我那一千万已经捐出去了 假如萧冰真是骗子的话 这一千万你还得给我追回来啊 我现在得报警了 好 好 你现在就去报案 神经病 小冰居然是个骗子 连赵芬芳都不知道 他竟然也被骗了 我们捐的那一千万就没了 连个水瓢都没打下 真草大 赵芬芳麻烦可大了 他麻烦大了 他把我们金字大集团都搭进去了 老李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 怎么回来了 我刚下飞机来向齐书记紧急汇报 冲天同志 萧冰的事情全搞清楚了 好 到齐书记办公室再说了 因为赵芬芳的飙升 所以大盘综合政治指数已经突破了五千点 进入了独世阶段 也就是说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可惜这种声势要终止了 收获也要落空了 岂止是落空啊 是灾难性的崩盘 赵芬芳肯定完蛋了 他从来就不属于强硬的北京板块 而是问题很可能把大盘 拖入漫长的熊市 我真不明白 一个当了七年的市长 这么聪明的女人 怎么会这么没有眼力呢 没有警惕性 她的政治嗅觉还远不如你 因为她太想当一把手了 阿珠啊 看来赵芬芳必须摘牌 萧冰这个人太可笑了 别说不是什么北京首长的儿子 连鼓掌的儿子也不是 他父亲今年刚刚去世 他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 就是村民小组组长 萧冰本人的身份是农民 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不过萧冰和他手下的这伙骗子 能量还真不小 来往的全是地方政府的党政官员 依法搜查时 他们实业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 正好撞到枪口上 突击审讯一下这家伙全招了 他们可不是简单的诈骗 还替人跑官买官 其中就包括我们靖州市的 一位主要领导干部 是我们那位赵芬芳市长吧 是啊 赵芬芳买靖州的市委书记 由金启明的金字塔集团 代为付款一千万 你赶快通知各部门 准备清理垃圾 你告诉大家 我们的动作稍微迟缓一点 就会酿成大祸 好的 金总您考虑一下 仔细地想一想 如果赵芬芳被审查了 他会不会胡说八道 毕竟吉祥东什么都跟他说了 像他这种人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没什么可怕的 就算吉祥东向赵芬芳说了些什么 可是他没有证据啊 我可以说他们是诽谤 他们能说我们的 也就是齐小燕的事 齐小燕被审查 我没有看到文件 也没有看到通缉令对吧 这事我跟赵府厅长都说了 再说我们把齐小燕保护起来 那也是因为 出于对齐书记的支持和同情 那做人总得有点感情吧 这话要是传到齐全盛那儿 没准会成为一次我们买进齐全盛的机会 至于王国昌 那跟我们就更没关系了 他应该属于境外黑社会犯罪活动 这么说迄今为止 我们清白得如同天使了 那是谁敢怀疑我的清白 那谁又能怀疑我们做过的权力组织活动 你想想看 我还是靖州市人大代表 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更重要的是 我们和权力结合的基础没有改变 靖州还是过去的靖州 虽然杀了一个百可树 还会有新的百可树出现 倒了一个赵芬芳 还会有一个新的赵芬芳爬前 今前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有谁想得到 在调查组大兵压境 百可树林一打 十几个贪官落入法网的时候 我们的赵芬芳市长 竟然在风雨中 被培养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高级干部 是啊 如果萧冰不是骗子 如果齐全盛和刘冲天 不在政治上意外的河流 如果齐全盛也被省为审查 产生恩怨 死死咬住刘冲天 如果刘冲天公报私仇 如果杜老板 他手下的马仔在干得漂亮一些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了 我的天哪 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剧本 他们居然不会演 喂 你好 谁啊 赵市长找上门来了 不见 来不及了 除了口供之外还有别的证据吗 有 两位领导 这份升官表上的第二页第三名 就是赵芬芳 上面写得很清楚 现任靖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希望职务为靖州市市委书记 括号里还特别著名了 省城的市委书记也可以考虑 其他地级市委书记不再考虑之列 付款账目表在后面的第五页 也写得很清楚 八十万用于捐助两所希望小学 八百五十万为基金会下属实业总公司项目利润 七十万为买官活动费用 账目表上著名的是赵芬芳项目专用交际费 一个共产党人走到这一面 权宇欣欣不顾一切 脸都不要了 怪不得赵芬芳对金启明的事情 这么不一余力啊 原来是让金启明给他掏钱买官呢 没想到怎么两个精明人 两个农民给骗了 八百五十万没了 这点恐怕他们俩都没想到过 仲天哪 我看这个金启明好像可以抓了 我看还是等赵芬芳采取措施之后吧 免得打草惊蛇 你说呢 好吧 那我们尽快向秉毅同志和省委汇报 我们得连夜去趟省城 尽快向省委汇报 老李啊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 如果出现泄密情况 我和崇天为你试问 是 二位领导 我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在北京就向大家交代过了 另外 我建议对金启明上手段 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以防不测 也可以 好 就按崇天说的办 对金启明实行监控 但不能打草惊蛇 是 我明白 我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赵市长 应该准确地说 这是政治上的死亡 无法避免 也无法挽回 还有 你制造出了中国政坛上 从来没有过的丑闻 是啊 只怕上帝都不能饶恕我 如果是别人设的套 也有情可原 可这是我自己 给自己坐下来交套 启明 我知道你又要溜浪 可是 我不怪你 我只想问问你是怎么分析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结果开始于一个错误的判断 刘崇天和齐全盛的历史关系 把你的思维引入了歧途 这按理说 刘崇天扑向了靖州 必然要置齐全盛于死地而后快 一次渔翁得利的政治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的政治品德压倒了他们的报复心理 于是 你这个善于政治赶海的渔翁就倒了大霉了 无可奈何地给拖进了生死未卜的泥潭 老秦 我真是没想到 过来靖州调查 查来查去没把你这个老对手插进去 倒怕赵芬芳插进去呢 你老兄别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 赵芬芳是你半斤期待的 是他自己跳出来的吧 这个人哪 太想当一把手了 哎 老刘啊 你说是不是我也有责任啊 赵芬芳怎么居然就走到这一步 简直是历令之婚嘛 怎么说呢 我觉得里边原因挺多的 但是贵根结底最根本的一条 他这个人就不是共产党人 他只是个政客 所以他走到这一步也在情理之中 对吧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有责任的 七年前 我向百川同志要绝对权利 七年当中 我说一不二读短专行 可能是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是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 似乎当了一把手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哎 才不顾一切要做一把手 哎 哎 老秦 这正是我想跟你说 有多好说的话 你现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真的 从心里说 我真替你高兴 事情搞到这一步并不可怕 凭你的机智 凭你多年正值赶海的经验 你还是有路可走的 可其你太不清醒 你已经深陷泥潭 竟又引咎止渴 上了萧冰的贼船 害得我损失了一千万 萧冰是你的克星 他克死了你 秦启明 你觉得死去的仅仅是我吗 赵市长 我看也只能是你 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人无情无义啊 我一直坚持认为 那一千万是受了萧冰的诈骗 这样说对你也有好处 也许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 秦明 不要自作聪明 据我所知 刘冲天和齐全胜 已经派公安局的李局长 带人到北京去了 真相打败已经在预料之中了 高家索也出了事了 昨天省力找他谈话一直没回来 小兵的老挝要被掏了 赵市长 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秦明 你我是明白人的 你我都知道后果的严重性 娘妈 我们同归于尽 娘妈 你把责任担起来 给我一条退路 也给你和你的金字塔 一条出炉 是不是说得太严重了 像真的似的 不过我这次如果不倒退 请你相信 你和你的金字塔 会有丰厚的回报 赵市长 那您说说 我应该怎么承担责任呢 你 你可以不可以 现在去告诉刘仲天和齐全盛 就说 这件事情跟我无关 只是你跟萧兵之间的 一个交易 赵市长 那就是说 你一直蒙在鼓里 是被我和萧兵出卖了 我的赵市长啊 不是我不帮你 真是我帮不了你啊 谁也不会相信呢 你想想 从你下令抓田建开始 你都做了些什么 再说了 这萧兵在他们手上 我不说 那萧兵也会说呀 你就不要自作聪明了 这事儿也不能一概而乱 是吧 这里有个区别 你要绝对权力 是想给老百姓办实事 办大事 而且你也办成了实事 办成了大事 赵芬芳不一样 他要这个绝对权力 绝对不是为老百姓来办事 他为谁啊 他为金启明本金字塔集团 蓝天集团的充足 不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的可怕之处啊 如果像赵芬芳这种人 一旦掌握了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 那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可就要大祸临头了 是啊 赵芬芳这样的人掌握了绝对权力 那就太可怕了 来 不过老秦 你掌握了绝对权力 也够可怕的 赵市长 咱们是不是出去喝点什么 金启明 你就不怕我把金字塔接出来吗 我的赵市长啊 我真的不明白 你能接我金字塔什么呀 金总 看来我又要帮你回顾一下离市了 请问 齐晓燕是谁帮走的 蓝天科技的范友文是怎么死的 齐宇宙又是怎么死 谁在要挟齐先生 谁在无限刘冲天 那个王国昌 又是谁操作的 我的大师长啊 你真的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你要真的以为是我干的 可以啊 你拿出证据来去法庭上讲 我和我的律师团也将在法庭上回答你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 那我只有两个字 我还以为是为了你 你才是为了你 你才会说 你呢 你才是为了你 你才是为了你 都会导致腐败 我们自身的亲政 并不能保证说不产生腐败 我们的这些权利 一旦落到了我们的子女啊 亲属啊 或者是秘书的手上 就会蜕变成帝延权利啊 所以在这点上 咱们教训是够深刻的 是啊 是啊 有些事情啊 真是防不胜防啊 你说谁会想到 白克树这帮人 居然会想得这么周到 太有心机了吧 是 居然在股市上打主意 把高雅菊给套进去了 他浑然不知 赵社长 您没事吧 没事 你回去 那赵社长 明天还准点吗 准点 好 赵社长 你怎么来了 我们进屋台 柳瑜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赵社长 您就别问了 这也是我一点心意 打开的 赵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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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部副部长 可是您答应过我的 请你给我打开 三十万 三十万 不小的数目 柳瑜 只怕你到现在为止 挣的工资 也没有三十万呢 我想这钱来路不挣吧 赵社长 赵社长 你没误会 这钱是我在股票上挣的 有意思 你也在股市上发了财 柳瑜 咱们假设一下 假设我收了你这三十万 也给你做了 市委的组织部副部长 半年你是不是赵社长 我 柳瑜 柳瑜 拿回去吧 跟我用不着这样 金总 您找我 好 您坐 好 蒋大律师 这一百万是我付给你的出庭辩护费 这是五百万 你拿着五百万请客送你拉关系 准备打一场官司 金总 这就是哪里出乱子了 我的蒋大律师 你别害怕 这乱子目前还没出 但我想它一定会出的 我可能会被齐全胜 刘冲天一伙诬陷 我们的集团也可能会被他们诬陷 金总 您真厉害 又提前防召了他们 金总 我是你聘请的首席法律顾问 我有义务为你和金字塔集团 提估法律支持 况且每年五十万的法律顾问费 都如期支付了 您这笔辩护费的钱 我就不能再收了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我跟你说吧 这是我预付的 等官司打完了 集团另有后报 到时候会让曲总来找你 金总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如果官司打起来 你一定要有毕胜的信心 要做无罪辩护 就是把官司打到省城北京都可以 刘豫啊 还是踏踏实实做人吧 免得日后后悔 赵市长 我安前马后跟了您七年 副部长的位子是你答应过我的呀 是 我答应过您 可这真没意思 不光是这个钱哪 副部长啊 你都带不到棺材里面去 听我一句忠告 这副部长你还是不做吧 赵市长 您是不是觉着三十万太少了 柳玉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你见我什么时候收过别人的钱 赵市长 S1RT的项目 是您抓的吧 有些情况我博士不知道 你想敲诈我 不 不是 赵市长 我 我只想换个环境 怎么说 你一定要想当这个副部长是不是 如果 如果不好安排的话 我到哪个县做县委书记也行啊 好吧 我 提拔你 作为市委组织副部长 那太感谢您了 不过你把这个钱带我去 可是 你 你跟了我七年呢 不必搞这一套 赵市长 我说过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不跟您多说了 我先回去了 你们的律师团 要在法庭上说清楚 我金启明是白手起家 创造了靖州改革开放的一个奇迹 我和金字塔集团 在夹缝中奋斗 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要让法官 要让全社会知道 搞民营企业不容易 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小的 什么科长 什么鼓掌 都能掐住我的脖子 把我掐死在摇篮中 我有一个例子 跟你们说了多少次 前几年我搞装潢 经常会有五六匹穿制服的人 过来干嘛 强行收费 对 你说我们怎么办 不给 不可能吗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请客送礼啊 甚至给那些贪官送钱 这样一来 他们又说我们有问题了 说我们收买权利啊 金总 您说得太对了 实际上您和金字塔集团 是任人宰割的羊羔 是那种那种腐败行为的 长期的受害者 是最大的受害者 没错 你也说得没错 所以你们律师团要抓住这个重点 我和金字塔集团 是在一个市场经济机制 还不健全的国家 靠着自己的顽强 和执着走到了今天 和金 你看 现在是夜里两点多钟 我们把省里的领导叫起来 听贵报不合适 干脆到我家去歇会儿 好吧 算了 我还是到盛卫招的所去休息 明天一早来接你们 别呀 走走走 我肚子也饿了 我们弄点吃的 来 好 你先回去休息吧 你先回去休息吧 来 可是我今天 没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了 无论如何 我就这样了 我告诉你 你听好了 去年 我带队到美国 休斯顿 有一位商人 给了我一笔钱 五十四万美金 你听见了吗 五十四万美金 我已经给你 存到了休斯顿华旗银行 那个密码呀 日后你姥姥会告诉你的 你听见了吗 永永 这笔钱哪 不是给你挥霍的 不是让你寻欢作乐的 是让你今后创业的 你懂吗 永永 永永 有吃的 小声点 别把月如吵醒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有啤酒吗 有 来 先拿着 来 我找妻子 来来来 这下好了 你怎么又绕到钱上来了 我真不知道活得值不值 我真不知道活得值不值 我怎么会生下你这样的一个孩子 只会要钱 只会花钱 你除了让我伤心还是伤心 永永 你要知道这笔钱是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还来的呀 你听见了吗 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生的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哪怕你是白痴 这五十四番 也够你一辈子花的了 可是你要记住 你千万记住 你在国外一定要学本事 不管在国外还是国内 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人 堂堂正正的做事 听懂了吗 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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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七叔姐 七叔姐 来 谢谢 七叔姐 开始开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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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会有个说法 走走走走 喂 是工业局吗 全程楚天啊 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该汇报的都汇报完了 你们领导研究吧 老七你的 没有了 那你们二位到隔壁先休息一下 我们研究一下 好 好 你现在给我找一部大巴车来 把他们装上车 开到城外 垃圾处理厂附近 好吧 赶紧去 赵市长 他们岁数都这么大了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就因为他们岁数大了 身体才需要好好的锻炼呢 让他们回到单位去 不能让他们在市政府门口 给我出眼下 出了问题我负责 好不好 你们都回单位去 赶紧回去 好 既然大家认识一致 就这么决定了 对赵芬芳立即进行审查 由周善本出任靖州市的代市长 两个决定同时宣布 叶爷啊 我还有个建议 最好请官省长跟赵芬芳打个招呼 稳住赵芬芳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石言同志 我想 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吧 老七和崇天同志都汇报了 再说靖州市的王府书记 也在那盯着赵芬芳 他跑不掉 官省长 你还是给赵芬芳打个电话吧 你们都这么坚持 那这电话我打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 去靖州 丁一同志 我就不去了 达不禄替我的研讨会还没完呢 好 好 张市长 今天的工作大体就这么多了 知道了 只怕我都去不了了 请你帮我取消这些工作 我现在向到医院 检查一下身体 如果这样拼下去 恐怕 把命都送了 赵市长 可是这都是急事啊 国际服装节 您是筹委会主任 明天就要开幕了 许多贵宾都已经抵达靖州了 蓝天集团的重组谈判 周市长也很希望您能出席一下 还有 美洲银行代表团 今天上午就要抵达靖州 你能不能不说了呢 给我一天的自由 哪怕是半点的自由 这些事呢 山本的都能替我去干 他是常务副市长吗 应该说有这份责任和意义 去吧 去通知山本吧 您 您还不知道吧 周市长今天一早就上医院了 山本的 很娇气 经常去医院 你把他请出来不就完了吗 那好吧 去吧 周市长 这可是赵市长的指示啊 王主任啊 你们怎么总拿周市长念的 是不是周市长好说话呀 你们还管不管周市长的死活呀 周市长 赵市长今天好像有情绪呀 啥事他也不管了 您叫 叫我怎么办哪 周市长 您毕竟是常务市长啊 就是今天赵市长他不让我来找您 那我也得来找您哪 这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哪 行了行了 别说了 赵市长指示了 我执行就是 好好好 周市长 几件急事办完以后 您可得马上回医院哪 行 我知道 好 走吧 好 你慢点 大眼神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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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见 这 厉害 包抉了 这里 包抉了 你不许可 这是我发生了 毕童 Prince 于我的秘 señ 呀 啊 啊 喂 本方同志 关乘长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下午我要到荆州看看 了解一下国际服装节的情况 你好好准备一下 组织一次专题汇报 关乘长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没听说什么 今天晚上我到了以后 给我准备晚餐 可能是两桌 你在荆州等我 这是命令 我不倒不能走啊 来荆州的 不会是您吧 应该是李时延 甚至是郑明毅吧 如果 我没猜错的话 组织 不要说了 在荆州等着我好了 同志们 赵市长身体不好不能来了 我今天手头上的事情也不少 所以我们这个会啊 最多只能开一个小时 大家的汇报尽量减短一些 凡是材料上有的东西 统统不要说了 好吧 开始吧 拐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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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吃点吧 这里头有你爱吃的 哎呀 芬芳啊 你看看这房子装修的啊 你看看那厨房 厕所 水漏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才搬进来多久啊 花了那么多的钱 你说这不是冤枉钱吗 哎呦 我的损失可大了 来 吃个橘子 妈 你来坐这儿 你上这边来坐 来 干嘛 你 你呢 坐好 我在这儿坐 妈 这个损失我给你补上 你给我补上 嗯 三十万 三十万 芬芳啊 你和钱出城都是国家干部 哪来这么多钱哪 妈 你就别问了 就算是我孝敬你老人家的 钱出城 你就别再提了 就当没这个女婿 这三十万 不能对任何人家 您懂吗 芬芳 你是不是出问题了 不就是那些人吗 就齐全生那些人 总是跟我过不去 搞小动作 那你呀 也不能轻饶了姓齐的那个人 嗯 抓住他不放 哎 省里不是正查他吗 你也千万别客气 妈的经验是 越是这种时候啊 越不能服软 妈 我自己知道怎么对付他 要记住 千万记住 这三十万 不能跟任何人说 这三十万是我给你的 是你自己朝股票赚的 我懂 懂 我要是说是你给的呀 那不就是给你加罪了吗 还有 妈 我给永永 在美国华旗银行存了一笔钱 您记住 我是用您的出生年月日编的密码 您听懂了吗 嗯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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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啊 您不要得拢望数啊 如果啊 你们三元集团从此之后 不打算从事新车开发了 我们市政府可以考虑进行重组招标 嗯 朱市长 看您这话说的 我不过是提一个新的设想吗 吴总啊 你的这个新设想 超出我们预定的谈判框架了 嗯 嗯 去望海牙 诶 赵市长 不是说好了到您母亲家看看以后 就去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吗 怎么又去望海牙了 不该问她不要问 去望海牙 是 天剑 你的事儿 我们找时间单独谈 我把信套给你 也希望你 把信套给我 我的要求很简单 起码你现在不能走 是啊 荆州的一些贪婚无力对不起你 让你吃了不少苦头 可是我们荆州的老百姓 没有对不起你吧 我周善本没有对不起你吧 最后再帮我一把 好不好 周市长 我也有难言之隐啊 三元集团的五三元 是我大学同学 又是这么难对付 无论谈判结果如何 我都怕说不清了 放心去做 该让步就让步 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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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市长 赵市长 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走走走 回市政府 我有重要的事情给你汇报啊 关于夏季严党 还得请你们政府这边多多配合啊 您不知道吧 你们政府的宾馆 竟然也有玩赌国机的事啊 这个事啊 一定要慎重啊 不然的话 会给政府那边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来啊 王手机 上车吧 到我办公室的 周市长啊 美洲银行乔治先生一行五人已经下了飞机 我和英兵车队已经上了机场高速公路 正开往泥丁下榻的欧洲大酒店啊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到 去欧洲大酒店吧 周市长 你搞得太紧张了身体会垮的 我看这个应酬就免了吧 不行啊 赵市长不愿意见人家 我这个常务副市长就不能不见了 万事无小事嘛 马虎不得 美洲银行 大算在我们国家进入WT5之后抢谈荆州 此举不但对美洲银行意义重大 对我们荆州市 同样也意义重大 好 赵市长 你们政府的宾馆玩赌博鸡呀 我们非打击不可 要打就打 我没有意见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是怕你产生什么误会 我去倒茶叶 我不会有误会的啊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哦 哦 对了我们试党使办的主任老齐同志啊 身患晚期癌症 怕是没几天了 哦 是吗 来来来来 来 您是不是抽空啊去看看老齐 再说吧 哎 赵师哥 您说这老齐怎么说倒下他就倒下了呢 我们一直在盯着他 那就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荆州了 来 好好好 祝各位在荆州 好 一切会 好 好 开快点吧 省政管办 秦主任正等着我们呢 秦主任正在检查 蓝天科技股票的操作问题 不光是秦主任哪 还有中国证监会的通知 明天就要出消息了 停车停车 停一下 停一下 来 好 来来来 赶快上去 过来过来 慢一点啊 慢点快点 慢点 慢点 你坐前面 来 好 慢一点 来 来 谢谢 把城门关上 来 就进送医院快点啊 好 走吧走吧 好了 小柳 小柳 你 打个电话 好 告诉秦主任 就说我晚到一会 好 好 各位老同一致 这么热的天气 又是大中午的 你们还跑出来搞什么旅游吗 肯定是要中暑的吗 你们下一次要出来 还是要等天凉爽些 再出来旅游散散心吗 什么旅游活动啊 是赵芬芳故意坑我们 他把我们骗到垃圾处理厂 他垃圾都给扔了 是啊 没错 没错 这还叫人民政府嘛 对 对 对 这是要出人命啊 我知道了 各位老同志 我都知道了 这事不管谁干的 我们郡州市政府都有责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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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善本也有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政府 是人民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收集给我 喂 是公交公司调度士 我是周善本啊 对 你马上给我派一台四十座的空调车 到成交垃圾厂 对 我们这有一批老同志要用车 对 你马上来 车费由市政府来支付 对 我签字 好 谢谢你啊 哎 赵市长啊 这人到中年哪 身体真得注意了 哎 赵市长 这次机关体检 我怎么没见你和善本呢 你们是不是出差去了 出差了 下乡去了 哎 平时 你还是比较注意身体的嘛 哎 哎 脚怎么了 哦 有毛病了 赵市长 那个 哎 王副书记 你还要到洗手间跟我继续谈呢 哦 哦 不好意思 赵市长 您随便 你随便 有毛病了 一 profesional 都没有烧毡了 我闪了 那把官启了 有毛病了 不是你自己自身为老奴 你最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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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来 你最后来 你最后来 赵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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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怎么 怎么了 未准啊 从那里边跑掉了 快走 好 赵市长 赵市长 赵分房同志 你可不能干蠢事啊 赵市长 不能干傻事啊 千万不要干傻事啊 赵市长 赵市长 你不能干傻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分房同志 你不能干傻事啊 不能干傻事啊 赵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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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市長 赵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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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那个 我们现在啊 周市长正在去国际度假村的路上 对 什么 好的好的 我知道 好 谢谢啊 周市长 政府办公厅说 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省委领导叫你马上赶回去 到市政府开会 去 去吧 来 周市长 到了 周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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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州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啊 就这么从楼上跳下去了 王府书记 你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女同志的卫生间 我怎么好硬往里冲啊 当我发现情况不对时 已经来不及了 再说 刘秘书长齐书记 只让我盯着嘛 好了 不要说了 善本同志呢 怎么还没到啊 估计应该到了 不好了 郑书记 善本同志怎么还不到啊 齐书记 周市长在车上死了 他是 他是活活累死的呀 走 我们走 走 今天的情况 我最清楚 周市长从八点三十二分 走出医院大门 到现在 烟气去世 最后时刻 他是按分秒计算的呀 在这十几个小时里 周市长紧张的 就像打仗一样了 齐书记 不管别人信不信 反正我相信 反正 反正你小心就是了 这种时候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齐书记 这个你也别多想 谁办的事 谁负责 胡说八道 怎么越传越迷奇了 怎么扯到犯罪上去了呢 老齐错误归错误 成绩归成绩要辩证的考 知道现在前方寨 被宋小川搞成什么样子了吗 周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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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这么走 我们太亏心了 周市长 周市长 没事 我没事 同志们 我最后再说两点 第一点 赵分方不能代表靖州侍卫 所以我认为 老齐这个人 还真是不狭隘 这说明了民心 我现在就觉得 这种活法挺好 踏实 不亏心 夜里边不做噩梦 你说对吧 我 我 我周善白也有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政府 是人民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可是我们靖州的老百姓 没有对不起你吧 我周善白也没有对不起你吧 最后再帮我一帮 好不好 快快点吧 省政官班秦主任正等着我们呢 到市政府开会 去 去吧 这是属于人民的节日啊 这是属于人民的节日啊 属于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我们这个政党 没有自己的利益 林毅同臣 我们对领导干部的 严格要求是必须的 但是 光有领导干部的 节省自好和自律 看来并不能完全 杜绝腐败问题 现在有些腐败 是我们身边的亲人 朋友 还有工作人员 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利 去完成利益的交换 我觉得这一点 也值得我们 深思 和警惕 仲天 你说得对 看来你在靖州办案 没有白办 不仅工作成绩很大 而且思想收获也不小啊 你刚才说得很深刻 很荡位 写篇文章好好总结一下 老夕啊 老夕啊 在想什么 编义同志 这儿 尚本同志要是也能站在这儿 该有多好啊 老天不公安 让这么一个好人 应免走势 尽管 尽管荆州出现了这样的腐败答案 也出现了赵芬芳这样的腐败事长 但是仍然有 善本这样的好干部 在努力的奉献 我们应该精心准备一下 搞个简朴隆重的追悼会 向周善本同志的遗体告别一下 所有干部必须参加 不须请假 王书记 找我什么事啊 我代表调查组向你宣布 对你进行审查 走吧 走吧 走 不是 这是赵芬芳的事 跟我任何关系没有啊 我说你们不能搞珠莲吧 不是珠莲 是让你交代你自己买官的问题 请吧 刘处长 走 我 等等 我打个电话 不可以 不可以 走吧 走 你们听我说 这是赵芬芳的事 快走 你们听我说 快走 哎 怎么 还有点儿情绪啊 哎 怎么啊 还有点儿情绪啊 哼 不是 在外面床当了这么多年 还真想回到这个小岛上 过几天清清静静的日子 你呀 要是能在这儿待上一个月 我就服你了 你舍得海那边的精彩世界吗 你能舍得 铭具了你心血的景州市 打死我都不相信 这不是你老七的选择 哼 嗯 嗯 初年 听说马上要来的书记和代理市长 是啊 都很年轻啊 是 一个是省委的副秘书长 叫班云林 任市委书记 三十八岁吧 另一个是外经委的副主任 叫做孙少林 三十六岁 两个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 另外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准备公事了 如果公事情况良好的话 估计啊 就这么定了 嗯 嗯 丁毅同志和首尉很有气魄啊 写了两个年轻的一把手 嗯 嗯 有气魄 好啊 丁毅同志在常委会上说了 说是 一个相对 稳定的班子 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是有好处的 他说荆州 经济一直高速增长 在全省是唯一没有 失业下岗压力的城市 密切全省功不可目 听见了 我看我这个人啊 三七开就很不错了 你啊 哎 丁毅同志还说 这个年轻的班子一旦建立之后 就不要轻易地更迭 说这样 公义使人寄功尽力 还让我先转告你 希望你能够帮助 新班子把把关呢 还是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干吧 在这种大时代面前 又与时俱进呢 荆州的经历是个很好的典型啊 丁毅同志希望你在权力监督上 在地方立法上做点探索 啊 我明白了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现在开庭 老秦 啊 昌天 你看 咱们荆州只是一天一个变化 是啊 金字塔的金启明怎么样了 案子正在审理当中 金启明啊 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律师团 准备为他进行无罪变故 我们是下定决心 奉陪到底 让这个荆州的毒瘤 受到应酬的惩罚 嗯 这股恶势力 一定要清除掉 我到司法局去了一下 了解了一下情况 他们说啊 根据法律 依照小燕的情况 可以报外就已 冲天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小燕犯罪有她自己的原因 但是说到底啊 还是毁在我手上 要不是当年我打权毒来 那赵坟坊白可树 也不会打小燕的主意 哎 教训惨痛啊 是啊 看来全力失去监督 后果是可怕的 作为领导者来说 光是连接奉公 还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在制度地方上 进行新的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